從來就沒有什麽就 那天晚上清場之前 就在廣場附近拍攝 因為市民想阻止兵進去 我們就巡邪到立民大會堂後面 有些學生或者市民 已經截停了一架裝甲車 在那裏打爛 我就過去拍照 但是一拍就有閃光燈 一拍就拍了他們 看過來他們看到我 因為我不是外國人 他們看到我或者會害怕 不知道你是什麽人 一追我便打 一轉頭拿回來幫我 那時就在想回不回廣場呢 那時就在想回不回廣場呢 因為我知道那裏有很多行家 聽到他們已經殺入廣場那裏了 那裏我們想下回去 但是已經不行了 在門口的公安都守住了 不讓人出入 那裏就唯有 整晚在房間上面看著他 清場 看到他的部隊怎麽樣進去 清理廣場那裏 但是我們看不到他怎麽樣清理廣場那裏 因為那裏拐了那裏 但是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我就看到他在長安街 殺了很多人 他之前的坦克車已經清除了 6月4日那時已經排在天安門門口那裏 他就第一次在那裏開出來 他開出來的時候 是十幾架一齊的 很大聲地走出去露台那裏拍照 但是拍照後 另外一個記者說 這個人是瘋狂的 然後就發覺這個人站在那裏 沒什麼的 拍照後 另外一位同事就回來 我跟車上來 就幫我拿了一些枋彈 他就回去 因為我那個不知為何會遲了這張照片 或者Jeff那張照片早了 所以多些人祈禱 多些人用 你不會想到這張照片 你不會想到這張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但再回來香港 很多人經常提起 覺得這張照片可以做一個代表作 即是關於六四的故事 也算不錯 但歐洲也會有這麼多的意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